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来看板西大师,欢迎来观战一把东玄的使徒 这种方面搬了一个机械,然后这边放弃了祭司,拿出了囚徒,可以啊 追求一个修机速度,只要囚徒上来不撞脸,知道这种拿出一个囚徒的收益就要比祭司高了 当然如果上来找到囚徒,第一个抓囚徒呢,其实也算是有点亏的 因为后续的话,囚徒被抓以后,知道这种他的一个那个配合上限不高的 只有前锋这样一个单点,还真找到囚徒了,那真找到囚徒这边先踩了 然后将囚徒封在里面这个点,不太好转点,没有什么可以转点的 除非前锋一波大球对吧,过来偷袭,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前锋不可能一波大球过来保 这种局就只能是看囚徒一个个人的签字的能力了 这边躲掉这只猫还不错,但是这边的话可能先破板子 然后东西这边有没有机会再能跳一手 猫的话应该有机会再跳一波,拉近距离 前面沉没地儿,一刀抽,没抽中 前面这块板子,再下,两块板子一下这边进,直接传送 传送到这,传错了应该是 传错了,因为这边进到医院里面不好抓了 然后选择过来换抓,找到这边的先知也行,有跳,有猫 这块板子可以不破,然后这边一波跳,距离跟进 先知顶鸟,那也行吧,前面硬住,打掉 卡着前面,这边翻个板子,加个数,往前拉一波距离 正常的交换,正常的交换 但是由于第一波的一个节奏没有抓到这个囚徒 对于使徒来讲也蛮难受的 他要追三刀带走这个先知 而这个时间的话,外面的两个,主要两个猫男的密码机可能差不多了 这里傭兵是管自己修,前锋这边想来保人 这波能保得到吗 跳过来一刀带走,找角度夺,夺 但是东旋这边应该不会给到机会啊 这 凡有耳鸣必有妖,这一波东旋居然大意了 东旋说不是我大意了 我本来也想那个去放一波猫来防一手的 这里还要用 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猫东旋往前面放的 从后往前放 这只猫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细节可以讲的 首先 我这边如果不牵你前锋在周围 我可以跳一波,如果晕到你我可以跳一波过来打你一刀 对吧 或者是我这边牵起来你来撞我依然是撞不了的 这个移动型的猫来进行牵人而不是固定型的 猫拉回来,不过这一波的防守倒是让这边 因为他在防后面的人 结果这边佣兵过来捞了一手 那先知吸出一只鸟 前锋这边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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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旋漂亮 这波先知进到医院里面选择换挂 那应该是过去把这个线圈给踩了 来再做一波防守 前锋的球还剩下四分之一 佣兵的博命已经交掉 也就是说这个人已经是带不走了 佣兵的博命交掉了对吧 没有博命了 球徒不可能带个博命的 先知居然带博命现在也来不了了 这边佣兵过来救 但是里面那个线圈没有踩啊 球徒现在过去打一刀 过来能晕住吗 没能晕住 没能晕住 这波猫 等于说没有起到太好的一个效果 前锋一波拉球 进到前面的交互点 往里面一走板子一下 这波东悬的防守没有能够取得优势的话 这里可能一面就没有了 可能一面就没有了 因为我觉得球者这里的话 其实是可以大可以选择卖掉这个前锋 来打一个三人开门战的 一刀打 这里佣兵把先知状态补好 然后让先知去救人 佣兵这边留一个护逼 这边是骗了一手 密码机骗了一手 让你以为这边是台遗产机 骗你牵过来 然后实则 这里直接传送 球徒那边的话 满状态 有板子 吃一刀往音乐里面走 这边吃一刀 但是这一刀是先吃再晕的 那没办法往音乐里面走 只能交电往前走 东悬这边猫往前一躲 这个球徒要没 漂亮 这一波的话 这一刀非常关键 本来如果说是晕住吃一刀 这个球徒是可以转医院的 医院那块板子下来 球徒翻个板子往里面一走 这东悬没有 哪有没有办法的 那这样的话 等于说外面要重新起一台新的机子 然后这里的话 前锋是上话飞 我不救人 先知这边也不救 安排佣兵去救 佣兵因为他有一个那个 突破使徒防守的一个能力啊 如果说不是佣兵 没有护臂的话 向先知去救 就有可能挨一刀 然后这边两 因为二杰两连回跳跳回去以后 再打一刀 把你然后挨打 马迹点亮有可能这个人都救不下来 所以说一定要派一个 有位移能力的人去 或者这边两个人去 前锋这边百人 先知的话可能是天门 还是说过来做一个侧应 就是给到吸引野行 两个人来救的话更稳一点 两个人来救更稳一点 东悬的话这边三十多秒 能拖出一个传送 跳过来打一刀先知 那边佣兵也过去将人捞下来 刚刚没有注意到这个人有没有过伴 好像是堪堪过伴 沉默 他要打一刀佣兵 那这里的话 先知又吸出了一只鸟 这只鸟一吸 我感觉有传送也平不了了 有鸟的先知先点门 剩下的人 对吧 在医院等着等 猫一放 往前 咬住了 咬住了 要不沉默一手 先知鸟先顶上 好稳 帅 这把先知立大功啊 千知的酒 吸出了两只鸟 用兵门点开 走了 三跑三跑三跑 东旋的话 还是在后面的 有一波防守过程当中 两波防守吧 东旋两波防守 其实都没有打到太多的东西 以至于穷者 就是能够把节奏蓄起来 好那么本期视频呢 到这边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